凭着电视剧请回答1988、云化的月光等 要身为新一代大师男神的普宝剑 结束戏剧拍摄之后 马不停蹄展开亚洲巡回见面会 11日回到韩国首尔举办最终场 在活动进行时 普宝剑看到粉丝准备的Fantam蛋糕 虽然明白大家心意 但立刻劝粉丝不要花钱在他身上 这些大蛋糕很贵 不能吃很可惜、很浪费 他只要小小的巧克力蛋糕就会非常开心 希望粉丝把钱拿去买吃的 对自己好一点 当粉丝见面会告一段落 普宝剑后续的戏剧作品备受关注 目前已借到电影《建筑学概论》导演的新作 徐福的出演邀请 新月火剧《爱情的温度》也向普宝剑招手 经纪公司表示 最近集中于学业和选择下一部作品 预计下半年会以更好的表现和粉丝见面 不过在新的戏剧作品之前 胡宝剑先参与了综艺节目《Running Man》 以李光珠好友的身份特别出演 只是有着善良正直形象的圣光宝剑 遇上背叛者李光珠 究竟是被同化还是能感化对方 就看谁的魔力比较强大